男汉女星徐瑞芝拥有精致外貌高挑身材以及精湛演技 2020年凭借韩剧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而知名度大开 然后后来她被爆出曾实施校园霸凌 还精神操纵前男友金正贤 让她的名声跌落谷底 徐瑞芝成疾4年后近日传出签约新公司 成为影帝宋康昊师妹的消息 似乎正在计划回归 据悉徐瑞芝于2023年11月离开前经纪公司后 就没有传出新动态 韩媒于25日报导指出 徐瑞芝已经与经纪公司subline娱乐签约 而公司旗下除了拥有影帝宋康昊之外 还有EXID Honey 惠丽等人 消息曝光后经纪公司稍早证实 双方已经完成签约 认为演员徐瑞芝热衷演技 拥有八色鸟般的魅力 未来将会全力支援徐瑞芝的活动 希望大家多多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